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笑 那今天,雷亞更新的Storycraft 萬象物語裡 迷迷的角色故事,孤陽謀生技 那迷迷在主線裡面算是一個 把丁朵櫻母跟得很慘的一個人 那她算是反派角色嗎? 我不知道耶,因為她自始至終都是同樣的個性 就是以利益為優先,價高者得 因為聯邦出的價比丁朵櫻母公主出的還高 所以她就好不猶豫的把公主給賣了 唉,我們不知道這個故事會講 在主線之前還是主線之後 不過我們先來看吧 第一話,向前走,求生存 用的是冥冥 لم向前發現! 更這次,處女精塵 Truly 龍、Bernie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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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ie長、Bernie長 沒辦法攻擊,那我們就用黑色魂心跟白色魂心去攻擊 對了,我最近剛換洗手機 大家看這個畫面應該會覺得流暢很多吧 現在我的耳麥也是用心的 所以看結果怎樣再麻煩大家建議我 現在讀取有點快到我想看中間的插圖都沒辦法 太快了 這是冥冥的爸爸 哦,Storica 5th Anniversary 4年前 這個遊戲也跑5年了嗎? 臭小鬼,給我站住 很會跑嗎你,臭小鬼 給我安分點,討打是不是 喂,我不是說過不准隨便動手嗎 暫時見老大,沒想他們兩個居然認識 可是老大,這種臭小鬼 你也是想教我做事 來,要不要吃糰子 怕什麼 怕什麼 我這不是要介紹很好的工作給你嗎? 他還真是出生之毒不畏虎 居然敢當面子就嗆他 給我安靜點 住手 你們想對一個孩子做什麼 站著見 我就想這裡真眼熟 原來是你這兒啊,楊太 別怕,有我在這兒 慢慢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這就叫高利貸啊 沒關係,我知道情況了 你太過分了 連個小孩都不放過 欠債還錢,天清地義 怎麼,你想替他出頭嗎 開太商會,救急救難 說吧,他欠了你多少 三萬 三萬,不多不少 就三萬庫倫 給你,平時單據 可以到錢中兌現 爽快 知道嗎 我就喜歡你這一點 今天就這樣了 哪天有空來泡茶啊 有驚無懈地度過了 有驚無懈地度過了 好了,都沒事了 不用怕了 別客氣 大人本來就應該照顧孩子 對啊,明明為什麼要借錢呢 這麼小就跑去借高利貸 若非萬不得已 你也不會去借吧 回家吧 以後有困難 隨時都可以再來找我 這樣子啊 既然這樣 要不要來我們商會 咧 講話好難聽喔 明明 是嗎 你是這樣想的 沒什麼 你要那樣想也可以 就當是 我跟你做生意 如何 有個靠山 把心裡話講出來啦 好好好 那跟我來吧 他寫契約是不是 還真的 我們來打契約 還真機靈 我來看看 這名字念著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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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 這樣講誰知道啊 很棒的笑容呢 開太商會裡第一手折 笑臉贏人 和氣身材 小時候明明這麼可愛 為什麼長大會歪成那樣 好 第一話看完了 我們來看第二話 因為我之前 我有提前先去把下面兩個 週幾打完 打兩次 所以我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看第二話 向前走 討生活 哎呦 哎呦 應該是沙漠王國的 鋁黃坑 雷薩的圖片 張老闆要的盲皮到了 可以去補給他了 哦 他現在已經是 有地位的人了嗎 收到 我們馬上去辦 溫泉街 顧爺 顧爺 沒事的 招呼這種小事 讓你老爹來就行了 小事 嘿嘿 楊會長 小明明辦事牢靠又可愛 多了這麼個乖女兒 你有什麼好閒的 喂喂 別亂栽贓 我心下無子 有她 我的女兒 好幸都來不及了 怎麼會閒呢 啊 楊會長 將來以成待人的名號 在我們這些合夥人間 可是響噹噹的 她說有就有 小明明你還不快叫聲爹爹 直接半路任幹女兒 所以他們兩個沒有血緣關係哦 哦 那是我預留的 以悲不時之需 對 不對不對 我是打算 半家賣給需要的人 對啊 通貨不就是為了抬價嗎 明明到現在還是一樣 她眼中只有利益 可是 這個會長 她 她 待人處事就是很高尚 人總會有臨時急需的時候 他們很急才會拿更多錢來買啊 小明明 她人就是這樣 就別爭了 小心矮罵 我才不會為了這種事就罵人 明明只是獨自炒生活太久了 一時還不能改 對啊 明明一定很不容易 她 不能體會那種 為他人著想的心情 因為她要生存就很不容易了 好啦 說不過你 還是說說你交代的事 嗯 情況很糟嗎 很不樂觀 我個人是不介意插手 同時討生活 不能不管 這真是個好機會 明明 各位起來吧 這什麼 左上角那個是海德的臉嗎 別著急馬上就到了 小子 錢啊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對 對 對不起 最近的生意實在不太好 這個月的利息 可不可以再通融一下 娘親的 當初借的時候不是很有自信嗎 同融 行啊 拿店鋪來抵押 怎麼可以 沒了店鋪我就活不下去了 管我屁事 請等一下 她借的債 我來幫她還 這樣動手動腳 對誰都沒好處吧 又是你 哼 就給你個面子 哇 老闆將撒錢喔 謝謝你楊會長 太感激你了 別客氣 來 這 不可以了 我不能再收了 嗯 大家在外 都不容易 互相關照是應該的 這點自己 應該能幫你度過難關 這份恩情 我一定會記得的 好啦 我去看看其他人的狀況 哇 咪咪一定很不能理解 老闆將撒錢 咪咪一定很不能理解 咪咪一定很不能理解 做生意 做生意 總有遇到不順的時候 做生意 生意不好 呵呵呵呵呵 咪咪說的都是 大道理 不是大道理 不是大道理 政論啊 楊老闆是 理想主義者 咪咪啊 我們做生意 是要賺錢沒錯 可是賺錢 要取之有道 行商的本質說穿了 就是人與人的互主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呵呵呵呵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聽不懂 我們雅人在東方生活不容易 我建立商會 就是希望 給大家更好的環境 所以我不是雅人 你就不會幫我嗎 怎麼會呢 怎麼會呢 無論是誰 救急救難 這就是我們開台商會的宗旨 總有一天 你會明白這其中的價值 我當然也知道這個故事會怎麼走了 一定是明明也想相信這個價值 結果最後 楊老闆反而被被害了對不對 因為看一開始 楊老闆過得很慘嘛 所以明明才更加先行 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假高者的 這樣才是對的 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